你们这房子一百万 五十万买 五十万买的话我现在就买 付现金 付定金 双台也可以 你自己选 哦 一百万 你说啥五十万美金 那个我等一下还有一个预约 要不你再自己看看 不卖呀 那你说的是多少价 哎 哎 你别走啊 你至少讨价还价了 我们还不了价 这个价格比较太低了 我们老板不还价 没有人康套给你 没有 讨价还价都不强 那这样 那那那那这样 把这个九折 九折我现在就买 现在就不抬 没有折扣 没有折扣 咱们这个楼盘还要排队 你要验姿排队 那要九五折 九七折也没有了 还要排队 排队还要验姿 那我走了啊 真的不买吗 我走吧啊 怎么还在叫我 真的不买吗 我有听过跟他叫我 怎么还在叫我 还没叫我吗 他还没叫我吗 他叫我啊 电动房 我才在你买 人民币付款 你从这扣不要 现在就买 不解除人民币付款 为什么 人民币现在在市场上 非常的火爆 你们应该都拿点人民币 你们这段热板不错啊 我现在就买 我下午拿钥匙行吗 钥匙下午打不了 下午拿不了钥匙 那我最快什么时候拿钥匙呢 最快 最快下礼拜 一周后 我们这边要安排 预约所有的公证 做防灿证 我们这些工作效率 就是最快一周后 一周后才能拿 你们美国人动嘴 太慢了 我现在就付钱 你给我明天一大早 安排做防灿证 或下午做防灿证 这钥匙就交接了吗 不行啊 没那么快 工作人员还要预约 现在还要不公证 最快一周 好吧好吧 那这一周后 很多从中国过来的买家 第一次来美国买房 他带着中国的一种 讨价还家的思维 来美国和这边的开发商 建商来进行讨价还价 往往都会吃很多的闭门根 因为美国人会认定 比如说100块的东西 你还50 他会认定你离他的目标 成交价还非常远 所以他认为你是一个 非成买价 所以他不会再来 跟你进行一个 counteroffer 就是说back and forth 这样的一个讨价还家的过程 那么中国人的思维是觉得 好150 然后我们一步一步一步 然后中间来成交 美国人的思维不是这样 美国人大部分说 你比如说是100 然后另外一个人还价 比如说是95 他认为他的成交价比较接近 他就会努力去 work这个订单 但是像你这样 100和50差距非常大 他就直接放弃 放弃你这一个选择 他把他的时间精密 直接发在更有可能 成交的客人身上去了 中国客人在中国买房的时候 大部分和开发商谈的 都是以折扣 比如说是打8折还是9折 那么在美国 我们很少用打折 打几折的这样的方式 跟开发商去淘奖玩家 一般来说都是 比如说是盘会优惠5000 一万美金 这个已经属于 平常正常的市场情况下 比较优惠的 当然遇到像疫情期间 有可能会去到10万20万 这都不一定 那么在正常的情况下 美国的折价的 打折的这个地图 其实是没有中国这么大的 所以中国客人来到美国 这边做淘奖玩家的时候 经常会比较的失望 他觉得这个折扣 没有到达他心里的期望值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 中国客人一般来说付完全款 他们比较着急 觉得第二天就可以做房产证 然后马上就可以去拿钥匙 那么在美国这边不是这样 美国这边开发商 你和台湾以后要open escrow 那么open escrow以后 这个产权钱都进到这个escro 中间交户以后 然后产权公司啊 需要给你买这个保险 insurance等等的 然后你这边还要去做no trade 就是去公证 整个这个过程 在最快的这种效率情况下 可能7天 或者说5个工作日也是至少的 所以当你一般看中了一套房子以后 可能比如说星期一 你能够在下周一能拿到 拿到钥匙的房产证 所有的这个交据货户 全部都完 就已经是非常非常不错 还想知道更多 在美国的购法小知识 关注我 我是CowCow 拜拜